陈时中跟庄仁祥照常开防疫记者会 但明明前一天 陈时中才跟确诊记者同场 隔了26小时后 终于秀出快筛给大家看 刚刚才做完这个快筛了 只有一条线 请大家放心 上百人挤在密闭空间 侯友宜当天紧急去快筛 庄仁祥说和陈时中当时没马上筛 是因为距离接触者有1.5公尺以上 短暂停留时间不到半天 还说上午的活动下午快筛 没代表性 但这理由让网友炸锅狂轰 之前披萨裁剪阶性的都匡列隔离关起来了 你免匡列晚快筛 现在一条线很了不起吗 说什么要接触半天才要快筛 当全国都傻子吗 连蔡总统都必须要做隔离 要做PCR 可是他不用呢 以后接触没有超过半天的 都不需要再匡列 也不需要隔离 也不需要做快筛了吗 台湾怎么会长出一个 皇权思想的一个太上皇 因为病毒 认识陈时中 他根本百毒不清了 碰到陈时中就转弯 真是超级夸张 跟包含确诊者在内上百人 关在密闭空间一个小时 陈时中说 马上快筛意义不大 专家狂打脸 我们在我们台湾的目前就是 只要一接触就快筛 或者是PCR 那个是规定 现在已经开始在猛暴起 如果不小心的话 那很可能这一群里面 又有很多的超级感染者 之前牛排店小吃店 有民众因为在确诊者之后 去用餐都被匡列隔离 立刻要筛 如今指挥官和确诊者同场相处 却能行动自如 还自创规定 当关的果然很不简单 接下来杨敲黎玄 NCG小组台北报道